做一下后置 第一个当然在那个传上去 特别注意 影片管理员的位置 因为可能刚开始同学会对这个环境 会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 基本上 如果你在操作YouTube的时候 记得上面会有一个人头 那这个人头的话 点进来会有什么呢 你可以从这边找到影片管理员 自动会进到这个影片管理员 那这个是等于是有点像 Windows那个什么呢 它左下角会有一个Home 按一下那个 这个也是有个清单出来 那有点类似像这样的安排 那点进来之后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请你做一个强化 那强化你会发现YouTube 它这些功能本来是在哪里的 本来是在那个 就是 比如说这些功能本来是要 这个 一些什么会生会 以为一代人才能做到的 有没有你会发现底下有没有 可以剪 可以修剪 你的位置可不可以再修剪 可以再修剪 那刚刚我们是快速修剪的 如果说你不剪 直接传上去再剪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那它有哪些功能呢 第一个稳定 比如说你可以怎么按下稳定 如果说你在拍摄的时候呢 有晃动到 它可以帮你稳定 上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什么呢 相关的这一些 相关这一些 比如说HDR的风格 或者是怎么交叉处理 卡通 那如果你现在把它改成卡通人物 可不可以 可以 按下套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呢 这个美女呢 就会变成什么 变卡通人物了 不过效果好像有点 不太好的话 你可以还原字 这个还原 OK 那当然如果不OK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办呢 再套用 看看其他的 其他效果 还有这些蛮多的 来一个 宽荧幕 这个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预览 这是原始的 OK 那另外呢 比如说还有时候 你用那个数位像 那个智慧手机拍的时候 有可能是怎么样呢 它是横向的 那你要翻转 以往要用一些软体 其实不用了 你可以像右转 然后或者像左转 它就 就正 OK 那其他还有所谓修减 修减的部分的话 按下去也是可以 给它决定它的头 它的尾 OK 好了就按完成 就做剪辑 有这些功能 好了最后呢 你确定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做一个储存 那储存有分两种 一种是直接把原来的档案盖掉 一种是怎么样 在旁边有个箭头 另存新档 OK 那我们用另存新档好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会出现什么呢 01的副本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不要用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01底线 之二好了 1之二按储存 那因为呢 它是在云端上面做处理 所以并不会使用到你的电脑任何资源 而是会用云端的电脑帮你做转档 但是呢 可能需要个几分钟 做一个这个处理 OK 好 这部分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 这边有个强化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音轨注解 我想这部分可以自己再踹一下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